所以我跟你講 這車主歪一共 這為什麼會換引擎蓋 說來話長 不過我簡單講 他停在他家樓下 他自己門口車位 結果樓上他媽的磁磚掉下 砰 引擎蓋了下去 他就叫鄰居陪對不對 他既然叫鄰居陪 他就跟鄰居要求說 我要換原廠新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因為推衡什麼車 推我最喜歡的一台車 最喜歡的不是因為他的外型 是因為他的CP值 噢CP值 2018年的 柳德華 你知道 劉德華跟柏 Lleno的關係是什麼 我不知道 各位不知道 劉德華 代言你不行的 那間你知道 狂有說幹話太多 他都整部片下來 講車的部分不到一半 剩下的都是要幫他廢片 所以支持廢片要記得訂閱 分享留言好不好 支持我們做廢片 會員專區人家說 5萬乘以100塊是500萬 那還不開深度會員嗎 可是你有深度的給人家看嗎 你有深度的東西給人家看嗎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去開了去開了 好不好 直接開下去有500萬耶 好啦這個Brenno 2018年的 為什麼我最喜歡他 因為他CP值真的很高 他的所有的動力數據 引擎變速箱都跟SWIFT是一樣 規格表放一下 我給他一個空白 給他一個空白 不要躺到我 新車的價格 他的定價是70萬9千 70萬8 可是SWIFT新車價錢更便宜 只要67萬8 但是到了二手車價 硬生生Brenno比SWIFT便宜了約莫5萬塊 從年份來說 那還差多少 因為一般的年輕人覺得 SWIFT比較帥 小鋼炮的樣子 對啊 這比較像家庭用車 這我之前常常講 我們如果不是 像年輕人那樣 愛爬 愛飄飄 愛撈撞 愛撞撞 我們幹嘛去跟年輕人搶那種 被他們炒出來的價錢的車子 我們要選擇這個 冷門中的熱門的代表者 Brenno 曾經連手愛追夢 好 看車 我發現保物交易 8591保物交易啊 加3猛寵泰山小寶貝 真的有人要這種猛寵嗎 不一定啊 這個人還可以陪你練功啊 你看它這個水箱護罩啊 有延伸到燈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哦 一體化哦 延伸設計就是了 然後熏黑單魚眼 還有LED的光條 日行燈嘛 日行燈 光條的日行燈美 天道車雷達霧燈 哇 應有盡有 這台車的CP值怎麼講哦 它就是在這個層面 這個價位 你買了這個車 最迫切需要用到的 配備 它都有 不能再多了 no more 因為再多就買更貴的車 誒 這台好像沒有盲點哦 我應用 我收回我鋼了 缺了盲點 沒有啦 當然沒有什麼 自動殺停啊 盲點那有的沒有的 可是你看它這裡面哦 基本上的配置 6個安全氣囊 定速啦 温溫空調啦 價錢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好不好 我現在想價錢 大家就關掉了 看一些那種 孤車YouTuber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拉 拉看到什麼時候要講價錢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啦 這台車我們不推 因為賣掉了好不好 啊你買不買隨便你啊 反正我賣掉了啊 你賣掉啊 對啊 無所謂啊 我們這頻道是非常有格調的 我們要拜託你來買的時候 我們就說 來店鎖著玩 大家趕快來買 啊這個賣掉了 欸 不要來買哦 好不好 不要說要買哦 啊要再找到一台一樣車況好的 我不知道在哪裡 啊我們只是跟大家分享說 你們如果 最近有在找這種 二手車需求的時候 這個車我覺得是一個 很棒的選擇 可以考慮了 真的基本 應該我們平常用得到的配備 對大部分都有 除了長相是每個人的主觀意外 對 該有都有 2018年跑16000元 原廠保固中 好不好 它是17出廠180台的 哦 我們不要再講年事了好不好 我就直接簡稱18年了 好不好 我沒有 反正我賣掉了啊 幹我沒有騙你啊 哦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你看 換檔快播嘛 無無 你看那個 Beat 喜美 媽媽快播還是要頂級才有 頂級才有 頂級 頂級才有 好我們就是只有一個規格 我覺得這個就是喔 車場的誠意 你賣車為什麼媽的要賣三個規格 四個規格 五個規格 賣至上旗艦版 旗艦版 那名媽的完美影音版 不完美影音版 完美至上版 為什麼要分那麼多版 怎麼都要至上版 反正你就是一個規格 我能給你的我就給你嘛 賣到停產賣到缺貨 同一規格就好啦 要不然就是一律都沒有 我就是賣便宜 什麼都沒有 正確的一個開車有沒有 手臂不能乘90度哦 要比90度再多一點 我這樣其實有點害我 可是因為我會開他等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需要方向盤 調方向盤 有沒有 有人手比較短 或有人腳比較短 所以他腳坐到前面的時候 手就變成這樣 有啦 開車 啊所以這可以調啊 背架有多多上多多 中間兩個以外 門邊都會有 門邊 我最喜歡日本車的一個地方就是 置物空間 背架多 16吋 D85 56 這原本就已經有一點點帶槍車 一樣有這個晶片鑰匙 鑰匙花一口袋 按了開門按了說 其實啊 有很多車都不設計這個 中控所按的 像你他媽的你的Line Focus就沒有 對不對 對啊 爛 那我問你 如果你要開中控是什麼 開後面是什麼 是不是把自己的關起來再打開 對啊 爛 爛 後座空間 蠻大的 欸我的開車位置喔 還有剩這樣 這跟CX3比起來 馬上就形成獎勵的對比 我跟你講它原廠其實是配容不已 這台有升級比 這一台上車完全不用碧月羞花 照我的姿勢就進來了有沒有 而且你看CX3 我那時候開車的位置弄好 有安全配備嘛 膝蓋頂著 對啊 這樣你的膝蓋就不會粉碎 接近兩個拳頭 真的 一樣 頭頂 這個沒有辦法 這如果出車禍比較胖 啊幹 細啊 它很有側邊細臉 可是這個真的蠻局促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要 如果我會做這樣 側邊左轉 嘿嘿嘿 剛剛還用嘴了 它這個後尾燈 跟SWIFE有一點點的像 它這個屁股的這個 曲度跟斜度喔 讓我想到 一台車就是 Answer Sportback 它們這種有一點點 加長型 不是把被子直接拉下來 是把它拉起來以後 再拉下來 這個地方看起來 都會有點堆堆的 肥肥圓圓的啊 對啊 而且喔 有人會覺得 這比例不好看啊 它後輪幾乎 已經接近到 車子的最尾端 你知道車子的空間要做 就是無限的 把軸距 放到 衍生出來 你如果注意看 以前坐的車啊 輪子比較靠近 駕駛座 車頭很長出去 所以輪子往前的比例 看起來就是不一樣 在路上你要去分辨 老車跟新世代的車 你現在是注意去看喔 現在新世代的車 大部分啊 都把輪軸拉得很遠 輪子跟前車頭的距離 剩下很短 還有這個 像這個 輪子跟後 保險桿 跟後尾 尾端的這個距離 都剩下很短 無限放長 越舊世代的車 像以前的那種舊車型 CAMELY啊 都坐的 車頭會離輪子比較遠 那這個可能跟空間有關係 車長也有關係 跟操控也有關係 你也不可能 無限的把軸距用長 看到什麼 開像多板車一樣 你在轉彎的時候 那麽左側行人要小心 要不然不小心就被壓到了 有沒有 不行那麼長嘛 啊現在又 大家流行說 車越坐 要越流利嘛 要越短 尤其是像這種車 它就是針對路會用車 所以它也不可能無限延側 它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 發揮最大的效果 而且它這一批 當時是一個 SSUKI新的一個高剛性底盤 所以它以這個底盤為基礎 要去做 所以空間有一點固定 它想辦法把它放到最大 代表是長姿勢 好不好 然後這台車最強CP值 最高的後車廂 你如果有看過SWIFE的後車廂 它的深度大概只有這個一半 我記得380幾公升 它這個以五門車來講 真的算蠻大的後車廂 椅子放倒可以到700多公升 容積 我知道你聽不懂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對 我講實在的 每次在看那個資料的時候 喔這個 容積高達幾百公升 搞什麼 你去買冰箱的時候 它也是寫幾公升啊 你有概念嗎 500公升可以放多少東西 所以你只能比較嘛 這一台幾公升 那台幾公升 喔那台比較大 是不是有可能 可是這樣也不準 因為它有凹凹區區的 這邊就偷了公升數 那其實這裡 能放東西嗎 好啦 反正做參考 然後它這個板子 就算還有一點質感 跟上次我們講哪一台 爛東西用紙片做的 哪一台 屁紙片 還是HLV 不管啦 反正這個資料 算不錯的 我記得沒錯 再來是匈牙利做的 這邊藏了一個 倒車行動 其實這種車很像以前那個 福特老車 有一台叫那種 類似VV 還是有一台叫做 Aztec 不知道了吧 MX3 不知道了吧 MX3 沒聽過MX3了吧 你知道MX5 MX6 沒聽過MX3了吧 MX3是不是 還有什麼S-Core 福特有S-Core S-Core我知道 他們都會用一個有沒有 餐盤有沒有 然後這邊一支這樣 帥 就是這一種鞋背的這個曲度啊 就是很適合 這邊有一支 有沒有 這邊一支 比如說這邊一支上 一支上 一個大餐盤 有點像那個 金魚的那個翅膀 是 餐盤 帥 不過現在沒人裝那個會被削 你看喔 這個車很特別 這為什麼我要打開跟大家分享 外面是藍色裡面灰色 這不是改顏色喔 有一些車子 尤其是在以前的進口車發生最多 它的骨架顏色是固定的 外觀 依照你買的顏色 它重新在噴起 所以裡面顏色跟外面會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經驗不夠豐富 像我們今天 我們看過很多台Planel 裡外都不一樣顏色 我們就知道 那你不知道的人 會以為是 你有改過顏色 真的啦 這個很少數很少數 非常的少數 現在越來越少了 以前比較多 一些進口車 它的骨架顏色是固定的 外觀顏色是最後的塗層 再噴上去 所以 內外顏色會有 不一樣 好 這個是製程的差別 然後這台車 曾經有換過引擎蓋 你看 這引擎蓋的膠水軟 好 順便教大家判斷一下 這是軟膠 我指甲壓下去有沒有 馬上就開掉 裡面白白的有沒有看到 如果它是硬膠 絕對不會讓你 就這樣白白的看得到 再來你看這個螺絲 你看這邊邊角角是不是就 也有 轉過的很矜 不要說我們都在講幹話 我們也是要幹話當中 讓你學習到一些 二手車的姿勢跟常識 所以記得 訂閱 要不然你就要加入深度會員 深度會員 這媽的訂閱數再沒有成長的話 你就打算開深度了 沒什麼好講 好不好 他為什麼我換過 我換過一定是撞到 什麼好講 其實很多人會問啦 因為很多車商會唬爛 你看引擎蓋 蓋下來 到這個前端 你只要稍微頂一下前端 即時就會構成 更換引擎蓋的理由 尤其現在大部分新車第一年 或第二年都有做一個 秉飾或儀飾的 我跟妳講 這也是個美工 別的Youtuber有講過 對於修理廠來說 它把你換掉是最簡單的 我就講了嘛 現在板經似乎越來越少 你看現在外面會板經似乎 年紀都很大 年期的很少要學的 這是真的啦 所以這個傳承有問題 再加上原廠有那麼多的修理廠 它不可能每一個修理廠 都配板經師傅 板經師傅也貴 我跟妳講 現在有技術的板經師傅 你隨便月薪要10萬以上涼涼 你知道嗎 在外廠那些板經師傅 月薪沒有10萬沒有人要做啦 可是現在就是 跟有一些工地一樣 現在年輕人不願意做 雖然大家都知道在工地很辛苦 可是賺得到錢 可是年輕人還是不願意做 治不了苦嘛 或不想學 媽不可能邊吹冷氣邊板經吧 不可能 旁邊還有小姐在按摩 對啊 還要吸那些油的 對不對 對啊 還要吸到隔壁噴漆啊 粉塵啊 什麼對不對 所以 對於原廠來說 拆四顆螺絲 噴漆完 鎖上去 最快 而且什麼 劍教合作的都會做 對 實習的都會做 泰山我教你一次 下次你就會裝金蓋 真的啊 不難啊 你講看有難嗎 四個螺絲卸下來 泰山可能手劍 一滑下來 把擋風玻璃敲破 有可能嗎 有可能有可能 好 反正喔 簡單的講 大部分喔 不管大小方方都是換掉 那我教大家 外面二手車有很多話術 我跟你講 這車主喔 話來講 這為什麼會換引擎蓋 說來話長 不過我簡單講 他停在他家樓下 他自己門口車位 結果樓上媽媽的磁磚掉下 砰 引擎蓋下去 他就叫鄰居賠 對不對 那既然叫鄰居賠 他就跟鄰居要求說 我要換原廠新的 所以你就換掉了 你就換掉了 對啊 欸 這樣聽起來好像 就不是撞到的感覺 好像可以接受 可以啊 一定都要嗆原廠 你知道嗎 很多那個事故車的話術就是什麼 一定要講原廠修好 就人家聽起來 至少說 好像修得比較盯金一點 消費者 有的就可以接受 其實我們不管是不是原廠修的 這個蓋子 到底是因為撞到 或者是因為真的磁磚掉下 我跟你講磁磚停不下來 這機率很低 可是這是一個中古車的話術 你知道已經該怎麼換嗎 這個換的實在是很那個 他停在他家樓下對不對 招小偷 小偷喔 為了要爬到樓上 踩著他已經該爬上去 凹進去了 所以他去回原廠把他換掉 因為有保險 保險理賠的嘛 我這樣講 可能有一些中古車的菜鳥 就被他學去 下次他就會講 因為有很多同學在看我們的頻道啊 所以以後 聽到這句話就說 你有在看小吃嗎 對 你就幫他小吃教你的喔 沒有 七七四十九種講法啦 真的啦 這只是其中一種而已啦 就是想辦法把它講成 不那麼嚴重 隔壁媽媽的小孩子皮啦 跳到已經在那邊跳跳跳 被我抓到 我去六福村有沒有 你讓這猴子踩到車頂一直踩一直踩 猴子是多大隻 星星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覺得很誇張 可是你就還是接受了 而且還引發你玩耳一笑 你的新房整個就卸下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這個有時候是這個保險公司 跟原廠之間的一個默契 反正你有保險 明年保費增加是你家的事 反正你已經出險了 站在我原廠的立場 我就抱到緊抱 我跟你講啊 搞不好齁 你一般不然就 這個稍微掉漆什麼 他連這個都給你換掉 那站在車主的立場 他覺得沒差 你多抱 反正都是保險公司出啊 轉到誰原廠 他什麼都換了 整支保管也給你換掉啊 水箱戒啊 水箱什麼都賣換 然後對車主講說 我跟你講 我稍微碰到的 我都把你換選型 車主都覺得很放心 保險公司也OK啊 反正理賠專員 好 都賠 然後原廠撞得爽歪歪 因為你到外廠去 他就沒錢賺了 欸 我還聽過那種喔 他跟修理場啊 串通好啊 你車頭撞到有沒有 然後你就去抱出險 抱高有沒有 他考期回來 連大包都撞好了 你不要這樣 真的 有喔 好像有聽過 有聽過你們底下留言 我相信很多 明明就前面稍微撞到而已 媽抱個出險 他媽回來大包都好了 還改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保險公司跟新車公司 跟車主的一個三角關係 照舊說 很多時候 我們事後來看他的狀況 都是比他真正的狀況來得嚴重 換的東西都來得多 那這通常都會發生在 比較新的時候 而且有保險的狀態 可是唯一有一個 消費者沒有想到的 就是你換掉了越多東西 其實我們在估價的時候 你的車的價格是越差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之前是為什麼 換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我們就只能 以現在的狀況 去判斷 來判斷你的產值 你就是換掉這些東西 我不管為什麼 我不管是你保險公司賠 還是你什麼都換新我不管 就現在就是發生過這些事情 你不要撞到人就好 我想實在就是這樣 然後你不要撞到引擎 引擎沒事就好 看小師長姿勢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出去試車了 我跟你講三缸引擎就是要測什麼 抖動 真的有點抖動 有嗎 沒錯 不至於像上次那個 跳碳溝的那個特色歐一樣 方向盤破的真的是 就是感受得到它會不會抖動 我覺得比Fiesta的1.0好一點 我覺得Fiesta比較抖 好出發 三缸還是會抖 欸其實像這種 一年八千六百多塊稅金的車啊 你要找還沒幾台 健帶Ice HOTO 也是Suzuki Suite 現在沒有什麼1.0的車子 Smart不賺 Smart 那不是我們專門的 那個藝能的不要幫他打廣告 對啊 媽咧 你可以寄發票給他 寄發票給他 他不就要付錢 朋友之間盤前三感情 好 好看一下我看有沒有自動投登 欸有耶 排頭顯示器應該是後加的 大面板的音響 換檔波片 我們日常代步齁 該用得到的東西配備 其實它都有 其實我以前開過 最大的感覺就是它 一換二跟二換三的時候 會稍微蹲內一下 它這個應該像是渦輪 十字的那種感覺 就是當你轉速低 騎乌奈克 一換二的時候啊 其實它是會有一點點的遲緩 我有問過一些車 他說其實這個狀況 只要你把油門補充一點就好了 這就是我常愛講的嘛 我們開一台車 然後就說 你要開Sport 這剛好Sport 沒有啊 這也沒有Sport 沒有啊 你要開Sport 我跟你講那個開齁 你要減少半離合 你要媽的幾千轉 然後媽的 用手自排模式開 才會順有沒有 我買一台車 你知道我還去媽的 你懂我意思嗎 這我常常在講的 車子是越直覺越好 對不對 不要說媽媽我開一台車 我要去習慣它 這個可能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容不容易上手的問題 這個車就是比較沒那麼容易上手 因為你 有些地方你必須要去習慣 我像現在有沒有 我油門轉速讓它到 兩千多轉的時候 其實那個換檔的那個盾內 就會比較少 可是你看現在油輪遲滯 我現在兩千轉 再加速的時候 剛剛慢了大概兩秒鐘才出發 沒有啦一秒多鐘 好我們現在要高速公路 哇 風氣的聲音 我坦白說因為今天風比較大 因為有颱風嘛 雖然在南部 可是今天也有飄著毛毛細雨 我現在聽到外面的風聲是滿大的 後鄉的公民聲其實我覺得也滿大的 轟隆隆的聲音其實滿大的 不過整體開起來 底盤算是滿雜實的 它這個馬力111匹 0到100我印象中好像是在9秒多10秒 跟SWIFE差不多 那我先講一下價錢好了 如果以2018年的Breno 我們現在 其實這個車跟SWIFE 現在有漲價的趨勢 與其說漲價是在說 價錢跟去年一樣沒有掉 今年本來應該要掉了 可是它宣布說賣完不做了 所以現在SWIFE跟Breno 二手車價錢沒有掉 有的還甚至漲一些 好不好 那這個我先講現在已經漲的 沒有掉的價格 給大家參考 市面上如果這個車在收價 應該會在40到45 賣價大約會在50萬左右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關係 這一程準準準的 沒什麼好講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二手車的理論 它這個車就是很標準的子租價 基本上我覺得撇除掉 我剛剛講換檔的那個順暢 其實它在高速道路 像我們現在在環東上面 中高速在開其實都順暢 我覺得市區會比較 可能你是那種習慣性油門 輕輕含住的人 你可能會習慣一下 還有比如說你過彎 過彎會放開油門 甚至你踩煞車之類 彎過了以後 你要再加速的時候 反應真的會稍微慢個一秒 我覺得開起來是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種後車廂 直接連接到車體內 其實你聽到一些底盤的共鳴聲 我覺得尚可接受 而且泰山我們現在代數 你們覺得屁股有一個震動嗎 有啊 你感受得到它那個三缸的抖的感覺 有嗎 有有有 你看現在剛起步其實 你就會覺得車子會有一點點 它不是那種很難過很不能接受的那種抖動 就是會有一個感覺嘛 你會感覺到啊 對對對 它的自證品質可能就沒那麼好 那我覺得它底盤隔音也沒有那麼好 我們必須看它是用小車的定義來看 嗯 那你看它這個新車 我剛剛為什麼說推薦它 它這個CP值很高 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車現在在賣2018年大概在50萬 新車定價70萬 但SWIFT新車定價67萬 現在你買2018年的SWIFT 你可能要在55萬 所以你看新車更貴 舊車更便宜 差沒幾萬啊 一般BRENO會比SWIFT便宜3到5萬 可是我記得SWIFT從以前的車價就很難掉了 很難掉啊 你現在去買2007年2006年SWIFT都還要接近20萬 你知道SWIFT那時候2006年 那時候SWIFT新車才56萬而已 到現在還要20萬 15年14年啊 我知道下面一定有很多留言說 喔幹好保持喔 什麼神車什麼 我跟你講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不是我訂的 我要收便宜 人家不賣我幹 那就是沒有用嘛 我要跟他出便宜 他去賣別人更高賣掉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出在地了嘛 所以這個不是我在訂的 然後我們賣多少錢 有人要買 那個就是價格 我沒有辦法 行情就是這樣 我多希望馬沙拉D一台剩10萬 啊問題是 馬沙拉D剩10萬啊 泰山在後面就出15萬了 誰在後面說我出20 越出越高 結果最後還不是一樣意思 這就是市場 好我們希望的 我們認知的 我們理解 跟現實狀況 是不一樣的 你看他這種在停紅燈 起步 然後又停 然後這種塞車的狀況 你就很特別容易感受到 它的走動 跟那個再加速的遲緩的那種感覺 啊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說 該有配備都有 換檔撥片 剛剛有定速 藍牙 大面板的影音 恆溫 ABS 防滑 就是基本上你能理解到 應該要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有 對啊 就差那些電子配備而已 可是喔 我覺得今天我如果要代步來講的話 當然代步特色有Vios也很好代步 可是你如果是稍微的高級代步 天龍國代步 那就是這種車嘛 我簡單給大家講 現在你50萬大概買 假設你買FIT的話 你FIT大概2016年左右就要50 這差不多50萬了 兩台車選我會選這個 當然我還是老話一句 因為我們的人生已經結婚了對不對 我們的目標是 好好的工作賺錢 顧好家庭 當我們沒有想說 帥跟我們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是開這種車子 空間OK 安全性能接受 代步OK 走散率高 原廠保護重 對不對 我有什麼理由 我買這個車 我為什麼要買FIT FIT才試氣囊而已 啊有啦它好像S版頂級的 好像有6R棒 頂級就不級50了吧 差不多啦 也是差不多 對頂級也差不多 其實那個FIT的等級 跟價格沒有太大的關係 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就是要這個車 我覺得要FIT 我所有的年輕人就是二十幾歲的 買第一台車就說 只要是FIT就好 就跟宅男有沒有 只要是女生就好 要求不會很多 你不要 沒有吧 你沒有那種朋友嗎 你沒有認識那種朋友 還是你沒有朋友 我有 我沒有朋友 對 我問你啦 就有一個女孩子就問她閨蜜嘛 她說欸我今天喔 要跟我男朋友的朋友出去 那你覺得我衣服要怎麼穿 比較可以讓她有面子 又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太裸露太色情 把膝蓋露出來就好 對嘛 重點是你的膝蓋要有黑青 要有浴青 要有浴青 對對對 將它就有面子了 看小獅 長姿勢 欸我們是不是又幹話太多 改不過來怎麼辦 沒關係 以後我們放深度會員 想看看話再加入一下 以後我跟妳講 加入深度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衛檢集版 再記得訂閱 我們一集要在 媽前中後要講三次 我打算在年底 突破百萬訂閱 好不好 大家訂閱起來 看哪一年的年底 2030年底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 我開這台車我就不會去嫌說 什麼塑膠 什麼用料 因為有時候是這樣 為什麼有些車我會去嫌 因為它的單價高啊 這台車你要去什麼 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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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進口的 組裝我覺得內裝異音也那是 好啦 如果認真要嫌 我想是在意 還是有得嫌 你看它這個塑膠 烤漆質量就很差 這比我們媽外包廠的烤漆 烤漆 噴得好醜 塑膠感中我覺得很不一樣 欸不過這樣算一算 它新車其實賣不便宜 70萬可以買到 快差不多Kids 所以我是要用Kids的那個標準 你現在是 我都嫌Kids嘛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那個標準來嫌它 可是Kids是國產的吧 那這台進口嗎 沒有啦 那個世代不一樣 你要想喔 它這個 我記得這台好像2015年就出了 它2016年 Kids是19年的車 所以它已經算是這個世代的東西 這個其實應該 我覺得應該算是前一個世代的東西 所以標準會不太一樣 而且現在我也不會以七十幾萬的價錢看它 我現在只會以四五十萬的車來看它 不會啦 其實Suzuki一直都還是我覺得 在台灣喔 蠻有誠意的一個車廠 我想實在的 雖然說它這個 這次生鏽的狀況喔 處理的不是很理想 啊它那個我有後來去了解 它那個是因為喔 各大經銷商 處置的方式都不一樣 它有很多間經銷商在賣這個車子啊 就是我安利嘛 我的貨給泰山賣 柯批賣給誰賣 那你們都發生了一樣的瑕疵 那我總公司沒有一個統一的方式來處理 就變成泰山有泰山處理的方法 標準不一 所以才會造成這種抗議的事件 那這不是總公司講一下就好 這個你沒有看過日劇都這樣嗎 大醫院犯錯 把人醫死了 醫院可以出來承認 道歉說不好意思 我把醫死了 絕對不會 絕對不能認錯啊 就算你知道是你自己錯 你也不能認錯 這媽就是財團的那個啊 你懂我意思嗎 看媽白色巨塔有沒有看過 你媽的不要只看白色巨爐我跟你講 我沒有沒有 我看 白色巨塔AV版 你怎麼知道 我搞不好看是白色巨根啊 對不對 你看這種事情你就覺得 反正那媽的只要你的財團夠大的時候 有時候 我覺得看你的走向 是他自知不理 不認錯 還是吃定消費者 或者是說 你很有誠意的出來 想辦法處理這個事情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招牌不能這樣弄 我自己做生意 這樣做我都覺得招牌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多少錢都買不回我那個招牌 但是齁 我先撇除不論這次的這個神秀的時間 我是覺得說 我每一次在介紹SUZUKI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講這句話 其實他們配備在給的上面是很有誠意的 你有發現齁 SUZUKI不管SWIFT BERENO還是其他的車款 它配備出來以後 它就固定是這樣 它不會像一些阿里亞渣的牌子齁 先給你出一個扭力量 再媽的說 喔幹我現在蓋多蓮蓋 你本來媽一開始你就是可以 就直接給嘛 你就給了 你就一直都賣 賣5年 你為什麼要媽的先沒有 然後慢慢加慢慢加慢慢放 前面買的那些都打了一扣 我常常講這句話 所以有一些人齁 你如果是聰明的買新車人齁 你去觀察每一個品牌的那個習慣性不一樣 你像B&W去買末代車很爽 它通常齁 因為這個要出新年式的問題 它末代車庫存啊 都會給你很多的配備 什麼package上它小泉上有沒有 又折價折很多給你 你買到那個車 以後賣的時候會很爽 因為你賣的價格 跟當初買的人差不多 但是你買比較便宜 配備有比較多 當然B&W有發生過偷料的事情 不是啊不是偷料 就是原本新租的 比如說配備比較好 後面比如說電動椅被拿掉 什麼配備被偷掉 B&W也有這樣過 所以你要去觀察那個經銷商的特性 看它會不會做媽的背信忘疑的事情 你知道那個庫嘎啊 不是該款嗎 對啊 你知道前一款Google便宜多少嗎 便宜的媽一二十萬耶 機車87萬買到手七幾萬而已 可是應該賣完了啦 也是賣完我才敢講 哈哈哈哈 因為通常最後一批的數量都不多 所以它還不至於數量多到會影響市場價值的程度 但是那一些買到的人就賺到了 那你像記得沒錯齁 我剛剛講Suzuki通常配備都不太會有什麼變動 它從初了開始它就固定這些配備一直賣 那唯一我最近看到一次就是B&W 它在2020年4的時候 它把那個跟車加進去 沒有這很合理嘛 以前沒有嘛 那現在有新的東西 自然我加進去給你自然而然 這很合理啊 這不是說它一開始就可以給你它不給你 好啦反正總結一下 我們也不要硬閒人家啦 你如果以這種四五十萬的代步車來看喔 我覺得這個車省油啦省稅金啦 那開起來就是順順的 沿路邊開邊聊天也非常的愜意 好啦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喔 訂閱追蹤留言 鼓勵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看的影片 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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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